會很累嗎 其實我之前問的兩個人 一個是炎雅 一個是小康 那個電影秀怎麼樣 他們就這樣轉過來 然後 小康那時候 我最累 然後下次看到炎雅琳 我說怎麼樣 他也是這樣很累 我說那誰最累 他說我最累 我今天不能講說為什麼 你看我們接下來會很欣賞 對不對 還比較可愛 超紅的療癒細少傭 跟酬勞真的沒有關係 因為大家也知道現在不景氣 然後就 當然其實一開始 實習生很多 我覺得那個陣容都非常吸引我 我記得我出來第一句話 我就說 欸 全台灣最紅的都到了 就是 每一個看起來都是好可愛 好開心 然後也有很宅良的少尾 但是就是 不是覺得 欸 很久沒有回到綜藝節目的氛圍 當然它是一個真名秀 可是回到 就是跟那麼多人 每天在那邊念念念 總比每天在家跟老公念好 所以就可以 出來也看一看自己有沒有老 然後自己 能不能跟得上這個時代 然後能不能為姊姊 做出點貢獻這樣 會很累嗎 其實我之前問的兩個人 一個是炎雅 一個是小康 就說那個真人秀怎麼樣 他們就這樣轉過來 然後小康都說我最累 然後下次換雅雷說怎麼樣 他也是說我累 我說那誰最累 他說我最累 哈哈哈哈 之前我們過你們的大陸節目有那個很豪心的概念 就是那個派對 對 這次這個節目有沒有 欸還好 我真的很謝謝大家 就是我們是從比較早開始的問題 就是白天路 好像通常 當然你們上課比較累 大概早九晚五的概念 對對對 我們就是白天路 那我就想說 不能說的年輕人啊 又帥又美又實力又肯吃苦 然後我要怎麼辦 所以我就走花瓶路線 比如說像圍裙是我自己去訂做的 我真的跟照理師去永樂市場來過 然後就訂做 然後我會一直為節目去想到新的 比如說 這真的是我最近買的 原始嗎 這個小康你知道這是什麼 這什麼 溫度計 對 我們曾經就是 serve 上那個太熱的菜或湯 OK 然後要不然你一直用手指插人家要吃的食物說 欸好像還很燙啊 這樣一直插 所以我就跑去買了一個這個 這樣 然後就糾結說 到底要買290就好 還是520 所以就是 每次都會讓我們去學新的東西 我就會想說 欸那有什麼可以讓我們再更好一點 是不是戀愛經驗有幾個好嗎 而且你現在問他 對啊 可以問嗎 戀愛經驗 幾次 不行 算不出來 不知道耶 就是真的 你電視經驗不能講說為什麼 你看我們接下來問性經驗對不對 當然啦 小康這個有比全民心累嗎 我覺得不一樣的累 因為他這個是 你真的就是開店 那 是完全沒有接觸過的事情 你包括你要切菜 然後要做菜 然後包括你要 雖然說 不是應付客人 就是 接待客人這件事情 好像都是陶子姐比較躲在進行 對 可是 就是整個一天下來 你要忙的事情太多了 而且 出 會發生的狀況也非常會 嗯 然後 擅食組其實蠻辛苦的 但美容組我覺得更辛苦 因為他們兩個人常常是 一天我們錄完營 就關店的時候 他們兩個人出來 他們的手 都是抓 而且是真的兩眼無聲 對 就我們最後還要開會的時候 他們 大家就是 呈現一個最自然的狀態 真的 太累了 太累了